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方正方體的起手式 那正方體的起手式呢 就是先畫一個正常的正方體 我打個比方說 你畫一個立體的正方體 那畫好一個立體的正方體之後呢 其他全部的線 就跟著這個正方體而去畫出來 我打個比方說 這個畫出好一個對的正方體之後 你這邊的消失點 就是由這兩邊去算出來 這邊的消失點 就由這兩邊去算出來 那除了這兩個消失點之外 如果這是二點透視的話 這些線其實是相互平行的 目前為止是交叉畫成二點透視 如果是三點透視之外 它們可能會斜一點 然後到底下會有一個第三點的消失點 那這個起手式的方便之處 就是說你只要畫對一個正方體 你其他的東西跟著就對了 你只要先把一個正方體的正確畫法搞對就可以了 那問題來了 大問題來了 你如何確定這個正方體是正確的呢 就是說這個正方體 它如何你能夠確定說 它是1比1比1的高長寬 然後以及是消失點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有正確的方法做出正確的正方體 一你當然可以說去找一個正方體 然後呢拍一下照片 然後呢接下來呢就是去描它的外型 然後呢找到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天天照著這個東西去畫 這樣你就有一個正確正方體 二你可以透過像Maya或者是Sketchup這些軟體去找 去在裡面內建出一些正確的正方體 那把它輕輕的印出來 印出來之後呢就可以依照那個正方體去畫出其他的正方體 正方體旁邊的物件 第三呢就是用網格 網格就是說無中生有 在紙上呢先畫一些網格 然後再用類似比較數學化的方式 之前有介紹過一些方式 畫出一個正確的正方體 那其他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真的去找一個正方體 然後你去練習畫它 然後呢畫得如果存輕的時候呢 你就隨時就有一個正方體 所以這就是正方體起手式 那我所謂起手式呢 必然有它的中種式嘛 就是終結的時候 那它終結的時候會導致什麼樣子 它可能是一開始只是一個正方體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變成房子 房子之外呢還有別的房子 然後可能比較長 然後呢比較高 然後那個屋頂呢是比較斜 之類的東西 你這樣子從一個正方體可以這樣子延伸延伸延伸 依照一個正方體給你的資訊 然後延伸成整個城市的畫圖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今天講的主題是正方體的起手式 以及你如何去找到 畫出一個正確的正方體的方法 謝謝大家